現在開始組裝PG 我發現這副模型的最大的突破 不是模型本身 而是一本說明書和Runner配件的擺法 這次真是太好了,以前組裝模型 看著數字,全部剪出來打磨,再噴油,然後組裝模型 可能要在3、4、5個Runner 剪出來 只剪這些都剪到煩,因為要抄襲 這次就很好了,例如組裝腳骨架 這裡已經告訴你用哪些,雖然以前也是 但這次強勁在什麼呢? 它這些是全部撿出來的 即是你把這些Runner 全部剪出來 你組裝、剪出來,這些就可以扔掉 即是變成這個 剪出來,沒有剩餘的,可以扔掉 你可以兇一些位置 以前組裝模型,有一個Runner 可能只剪一件,你又不怕 你不想剪出來,放了不知在哪裏不見了 你可能又有啞了一個位置 現在用完,剪出來 這樣就可以扔掉了,很方便 而且它不會分開窄 即是不會分開這裡,拍一件,那裏拍一件 那麼麻煩 全部集中在這些位置 這樣就方便了 一些要用的組件 而它又不可以拍出來的話 它都會圈著給你看 這些組件,其實你看到中間這些位置 全部可以拍斷 這樣拍斷它 即是拍細它 這個就不是一個新東西來的 譬如這些 之前那個是大一點,就拍細了它 其實這個功能不是新的 即是起碼Wing都有的 之前的Unicon MG Extreme那些,我忘記了 但起碼Wing都有的 今次的模型 骨架,基本上分了三種膠件的顏色 即是一種比較深一點的灰色 一種比較淺一點的灰色 還有這個類似白斤Metal Bear出來的膠件 就是這三種顏色 另外還有這個噴了銀色的顏色 就是這麼多的了 這個我不會噴 這三種顏色,我都分配了三種顏色給它噴 就免得混亂 我亦都不想噴得太... 噴得太什麼 因為其實好多位都看不到 我跟大家說說 這三種不同顏色的膠件 我是噴什麼顏色 先說這個 跟Metal這個顏色 我現在還未砌到,我還未噴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告訴大家 我是會噴這個... 硝烏銀的 噴硝烏銀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噴金也可以 我打算噴硝烏銀 配合本身噴了銀色的那個件 這個淺灰色的件 我就會噴... 已經噴了 好了,Model MX20 其實都有MX02可以選擇 但MX02它是偏銀的 它都很銀 如果放進去 本身已經噴好這個銀色 可能會太接近 你看上去可能會有... 以為是同一種顏色 或者差一點點 那就不好了 我想比分格大一點 所以... 淺灰色的啤盒 就噴了Model MX20 當然你要先噴光澤黑底 這些深色的件 這個好像特別深一點 因為它是背包 特別深一點的黑色 給你們看錯了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個再深一點 說錯了 這個就是骨架用的深灰色 還有骨架用的... 這個是淺灰色 這個是骨架用的深灰色 剛才說錯了 糟了 骨架用的深灰色 其實我就是噴了 我就是用上一次的MZ Xtreme 那種很深的灰色 但是太深了 我用了一支 我倒了一支 郡市的German Grade 好像40號 German Grade 整支都倒進去 其實小腿位 我相信這些位置應該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這個前面這一塊的東西 是看到的 它是哪個位置呢 哎呀 其實就是呢 這個腳的這個位置 這個 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這件件的前面 這個位置 那我做了一些特別處理 如果就這樣噴這個 就這樣噴這個German Grade 我不是太喜歡的 那這次我又... 哎呀 說你不也是 又拿來試試 其實我應該先找一根噴一下 那我懶了 沒有心機 直接噴下件 行不行就罷了 而且這些件是ABS 就是衰了就很嚴重的 那我做了些什麼呢 我就是... 先噴了光就黑了 那我就不噴玻璃珠了 這次 我噴了一隻銀色 噴了一隻銀色 這些會見到的件 全部都噴了銀色 噴完銀色之後呢 我才再噴我混了那隻 就是German Grade Gart 我是濕噴的 那出來的效果呢 如果你沒有光打下去的話 其實呢 你都不是... 怎麼割的 你都會見到有不同 但是當你有光打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 有一點點透過銀色 一點點 不多 那其實它跟... 噴玻璃珠的作用是一樣的 但是銀色的微粒和玻璃珠的微粒是不同的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分別 那這個就沒有玻璃珠那些亮亮的那麼厲害 因為本身玻璃珠的微粒是亮亮的很厲害 那這個只是普通的一隻銀色 所以是有分別 那但是呢 噴出來呢 都漂亮的 不只是噴了一隻灰色的燒光 那另外呢 有兩件這些件我選了出來 就是在腳屈曲的時候 可能會見到 那我噴了一些... ZERO 銀 其實真的沒有一定的 你可以... 就是你自己喜歡 找哪個位置 噴一些不同的顏色都可以的 那這隻腳那個... 油壓管呢 我就照舊了 光澤黑 然後噴一隻金 任何一隻金 然後就是PREMIUM RED OK的啦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這個... 你這隻腳... 其實你不打開蓋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其實你... 你可以噴也可以的 這個骨架呢 就... 我最後研究過之後呢 發覺它是沒有辦法上色的 所以你來了之後... 就是死了一條心 不要上了 除非... 你打算... 砌完之後呢 即是你咬到這樣 伸直的腳 你砌完之後 除非你打算這輩子都不動它 你就噴 否則是上不了色的 因為... 這些件呢... 其實它是遮到死了 這些位置 如果你噴了油的話 你一咬到腳 這裡是全刮的 所以是沒有得上色 那麼你... 你... 伸展出來之後呢 這些是全部咬到的 那麼這些位置都咬到的 90度啦 那麼你是要... 即是... 鬆一鬆它 那麼它是很緊 它這個位置是近到癡線的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夾... 這個膠這樣夾... 夾著另外的中間這個膠 夾得很緊的 很緊的 而且一個闊度都有的 那麼你動的時候呢 你最初是扭不到的 是只是緊到動都動不到 你覺得會不會好像扭斷一樣 那麼你一定要幫它鬆 那麼你鬆的時候 就不要拿著這裡 然後拿著這裡 這樣咬 因為這個位置是可以轉的 你這樣咬 你這些位置真的有機會爆開 甚至掉了出來 或者斷 我不知道 最好就是拿上一點 頂著這些位置 這樣去鬆它 現在我鬆了就好 就比較容易一點 你剛剪出來的時候 幾乎是動不到的 這個也是的 它都是這樣夾著 你看到它夾著的位置 夾了很多 夾了幾乎少半個圓 所以都是很難動的 你要這樣鬆一鬆它 就是小心一點 不要太過份 你鬆完之後 就可以開始組裝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講講 剛才講過這些組件 全部都是ABS組件 你會看到 我這些位置是會吸東西上去的 我是有masking tape 是mask了的 裡面的孔 全部都是落了一個masking tape 因為這些是ABS組件 你刺下去的都是ABS組件 本身已經很緊 如果你再噴油的話 又是等死的 所以你看到所有ABS組件的骨架 有洞的話 你真的要先用mask 如果不是再噴油的話 你是做不到的 你只是要磨油出來 你可以看看 貼了這個食黑片 這個食黑片 真的漂亮 有些洞洞 然後有些坑紋 很棒的 但是呢 當它組裝好之後 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除非有光 打下去 你就會看到它有點反反 有一點閃出來 但是你正常這樣放在這裡 你不會有光在下面 這樣打上去 其實是 其實是看不到 我覺得有點浪費了 你會看到裡面 其實有外甲 是加固骨架的裡面 這些位置是有連動的 這些也有連動的 所以加固骨架 扭下去 就穩固很多 它說明書也有說 你組裝好之後 叫你動一下它 鬆一下骨 其實它這個位置是非常緊的 留一次給大家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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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 裝好後 其實不太能看到 這個 這個 悲劇的 悲劇的食黑片 收賣了 這個位置 其實要小心一點 其實它是有連動的 這個位置 這件件 這件件就是連動 你會看到這個坑 它可以這樣推前推後 你扭腳的時候 你不要扭這個 譬如你把它推出前 很緊 嘩 有一個連動 嘩 嘩 押了前 這樣押在前面 這個件就是剛剛連動的 我有輕輕磨一下 我不是勁磨 因為我知道它是連動 我一定會再磨得更厲害 免得刮 這個也沒有什麼 很輕微的刮 不會脫油 你想咬下來的時候 你不要押這件件 因為這件件和這件件 扭著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脆弱的 你不要這樣 想要咬下來 因此會咬爛這個 咬的話 咬回前面 都要用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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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很緊 即是裝了 那些甲上去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但它的可動性看起來不錯 它的貼地 好像很高 嘩 嘩 押回前面 嘩 嘩 你看到 這些位置是看不到的 這個是看到的 裝了那些甲也看到的 這個是看到的 整個甲也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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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動得到這一塊 砌完之後 也是看到的 它就有一個很厲害的分母子 很肉酸的 幸好我買了一把錯 用錯 再錯平 打磨棒 我想是不行的 因為它面積太小 你打磨棒的話 它一定會黏在這邊 這個 小心點去摸 另外一個 我也挺搞笑的 就是這些件 其實它噴得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旁邊這些位置 最好的噴得 前面這些不是那麼好 不好是因為它中間拉不到 看到淺色了一點 但是很諷刺地 你裝好所有東西上去之後 這些邊位已經是看不到的 只是看見 噴得最不好的位置 講一下這個 上半身 其實它沒有什麼難度 你跟著說明書一起就可以了 你只要記住 它有一匹膠夾 你記住膠夾 在你拍完結件之前 你的膠夾要先放進去 這些有膠夾 腰有膠夾 這些位置都有膠夾 你一定要放進去 看清楚一點 它已經跨在紅邊 你應該不會錯過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另外你會看到 左右裙子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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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四塊 這一塊 它本身有縮膠 有湯口 你必須要把它磨掉 這個 因為這個 你組裝完之後 是可以看到的 即是它是偷穿的位置 你一定要磨 好彩 好彩 好彩有錯 沒有錯的話 我是不知道怎樣磨 這個記得要磨出去 那麼手呢 這些 你一定要磨 這個 磨薄一點 我沒有勁磨 我只是600毫磨 這個 裏面的位置 我用400毫磨一磨 這個裏面 我也有磨 但是這個 很難磨 那我就不斷 給大家看一下 即是 這件 這兩個位置 輕輕磨一磨 磨了這些縮膠 下面這個 這個位置 是比較難磨的 我都不斷磨一磨 上面老鼠仔 即是這個 裡面這個位置 都要磨 這個我磨得很厲害 這個磨好之後 它是沒有刮到的 你扭它 是不會脫油 沒有問題的 另外 這個石刻片 你會看到很漂亮的 反光的 哇 閃亮的 哇 你跟著說明書 它是很厚色件的 你砌的 你是砌到 連銀色件都砌進去之後 它才叫你砌這個石刻片 但是千萬不要 好 你現在 你現在就這樣 已經很難砌 它的說明書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叫你這樣做 你應該什麼時候砌呢 在這一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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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砌進去之前 還沒砌進去之前 你就要貼上去 如果不是 你是不知道怎樣貼的 因為這一邊的位置 是好像塞進去的 你如果你有這些高度頂著 例如你用鉗子 鉗著石刻片 你不能放進去 其實 你根據說明書 你會撞頭 你會看到 其實你會看到 有一點點 這條邊 是金色的 你看到它反到裡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你反到裡面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是有些金色的 其實呢 它這裡有一件這樣的件 這樣的件 那件件是透明件 是讓你渡光用的 因為我不發光的 那我就噴了金色 就是希望在那些洞裡 如果有光反出來 你要看到有些金色 看上去就更漂亮 你可以噴別的色也可以 你可以噴灰色也可以 如果你喜歡發光的話 你就不要噴色 那這裡 我不知道你看到這裡 這個有個圓圈的 前面有個圓圈 這個圓圈原來是透明的 我一時不遺疑 它有一條分母線的 我沒有磨到 大家記得磨掉它 這個位置最好就是噴油 因為你會看到的 副浪 上面這些件 其實你可以不噴的 但是 這個位置 頭頂這個位置 不是金銀 是金銀 下面那件件 是要噴的 因為可以看到 肩膀位置 這個位置 你要噴一噴 因為你會這樣拉出來 你會拉出來 你會拉出來 會看到的 下面這個 下面這一塊東西 要噴 這個T字 倒轉T字件 你也要噴到它 為什麼呢 你看到這裡有一些 就是條狀物體 條狀 這裡有一條 這裡有一條 這些是偷穿位置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要噴 但是裡面這些 這些 這些 後面這些 其實你可以不噴的 背包 我都不斷噴一噴 因為我不知道 到時拍片 會不會有多少位置是外露 這個 這個 Metal Parts 也挺搞笑的 因為如果你摸下去 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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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它是Metal 冷的 你不摸的話 其實又不可以看到 以為它噴了電腦藍 這個腰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左右 可以往往往往往往 可以讓你這樣做到一個彎腰 但是一樣 你扭的時候 它都會頂住 很難 上方 反而容易一點 可以做到一個這樣 左右 左右也少少 少少 但是你都聽到咳咳聲 唉 不要搞它了 頭 你看到我噴了些銀色 其實我打算噴了銀底 靠出來 就很漂亮 噴完出來 但後來發覺 看說明書 咦 原來 它是有立體貼紙的 那我就貼上它 這個金屬件 扣下去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獅子扣 然後不要拍斷獅子扣 那眼睛 好像不夠黃 是不是不夠黃呢 其實眼睛底部 是有少少 不是 是一塊 透明件 我噴了銀色 透明件是度光 噴了銀色 但是 對眼睛 似乎是否不夠光亮呢 對眼睛 本來對眼睛的顏色 本身是一個 是一個很黃很黃的膠 我覺得它太黃了 所以我噴了一層透明黃 那層透明黃 偏少少橙 看起來就好一點 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 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應該把眼睛拆出來 然後噴實色黃 但是又好像很奇怪 我現在看看如何 還有不知道拆不拆出來 因為很緊 透明件又那麼脆 基本上 現在正在組裝銀色部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它廠裡噴這個銀色 當然不夠自己噴的ZERO銀 是那麼金屬 這個 我自己噴的板 其實是這樣的 整個板噴的 你就會看到 比較幼的貼竹位 我把它剪走 留一點粗 留一個粗的 把它剪走 剪走 剩下一個或兩個 這樣整個板噴 這些也是 這樣整個板噴 這樣是快的 原本我整個骨頭都打算整個板噴 但是 它的深灰色部分 或者 我噴了 MX20 那部份 這部件太大 太深 如果整個板噴 可能會有些位置噴不到 所以我唯有逐件拆出來噴 現在正在拍銀色件 進去 但是 其實一邊組裝 我也是一邊加分 因為真的 設計得非常不錯 但是組裝到這個拍銀色件的位置 是大扣分的 它的說明書叫你整個拍全部進去 但是當你拍銀色件的時候 你唯有把手手腳拆出來 否則你會很不方便 最低B的是什麼呢 說明書叫你 把件拆出來 再把銀色件拆進去 再拆進去 你問是多餘呢 完全是多餘 不如你組裝的規格也是一樣 你組裝的規格 其實 你的手腳拆出來 肩膀要扯出來 把件拆出來 把件拆出來 把背包拆出來 很多這些東西 那你又何必呢 即是 我這麼辛苦拆進去 你叫我拆出來 為何我組裝的時候 你不讓我組裝銀色件 試一次拆出去 對吧 我又要拆出來 拆出去 又拆出去 那是否多餘呢 其實它的面部是穩困的 它是硬的 根本就不穩固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面部 它的色情書是這樣的 組裝腳、骨架、深灰色的件 淺灰色的件拆在一起 腳、頭、手 全部拆下去 然後再組裝銀色的件 但當你組裝銀色的件 你只會拆出來 還要拆出來 還要拆出來 即是你無緣無故 它會強行給一個面部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面部 正確來說 是應該只有兩個面部 就是骨架和裝甲 沒有了 這兩個銀件 其實我建議大家組裝的時候 當你第一次組裝到腰部 我都建議你先把插進去 在未組裝這兩個件前 下面這個 你也先把插進去 現在根本上 位置頂住 很難搞 我要削 即是我要削 削 削短一點 裝 你也要把它拉到盡 這個要咬到盡 然後還要半硬 才能把插進去 即是低低的 何必要這麼硬 我想把插進去 把插進去 放進另一個面部 後面這個也是 背包要把插進去 把插進去 把插進去 咬到很前 拉高 咬前 你才有位置 把插進去 嘩 真的組裝到我 本來我的感覺是非常好 一直都加分 嘩 這裡真是大扣分 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行 剛才 反正 你看到我 它叫你組裝完 沒有意思 你全部都拔出來 我看到還你拔出來 不如幫你 鬆一鬆這個連動位 我現在鬆到了 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它就會 退高了 這個也拉到盡 這些可以咬前 這樣 少許寒貝 但是 你組裝完盒後 我也不知道 你還敢 這兩個位置其實很緊 你組裝完盒後 我很懷疑你已經借不到力 再拉它上來 真是好地地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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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但我沒有貼上去 我還在考慮貼不貼 看看怎樣 這個 這個組裝的時候 是很容易組裝的 除了我剛才說的問題 它的組件 全部都很大件 有很多位置都很簡單 但你不太覺得 像是組裝一隻 現在新的PG 你好像組裝一隻 一隻MG 或者一隻RG 其實它的手很簡單 其實它的手很簡單 好像一些CHIPMG般簡單 腳又真的 非常簡單 即是絕對不複雜 但組裝出來的樣子 現在的比例都 雖然還未做過裝甲上 都非常不錯 至少你看 身體有這麼長 點紅色 我在頭眼界 從頭眼是直接有些銀色 看外面就光了一點 我 üui... 都應有出不錯的 整件有點不穢 整件 combined 都不‌ prac- didn't you notice 都順便 olduğun 都頷 nehme到召喚 有這麼多層次的顏色 有這麼多感覺 shoe thing 你確實СТ Запode 你會明顯這位 真是可以 他們 capable 然後到裝甲,其實我還在想怎樣上色 我還未想得到 你見到我的手和腳的電導件 我是沒有拍下去的 我就不攪拌了,我連裝甲才一起做 但真的怎樣上色呢? 連紅色都未想怎樣 白色就OK 藍色我還未想得到,真的不知道怎樣 手又未砌 那些電導,我發覺最後全部都沒有洗 因為它的電導真的蠻漂亮 畢竟是第一隻砌 所以就不用了 但如果我有機會砌第二次,我必定全都洗 你看到這些金色件 以及它替你噴好的銀色件 如果我有機會砌第二次的話 我全部都會噴過 金色件它真的噴得不太好 那些位置不到 銀色呢,你未拆膠袋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不吵 拆了膠袋,戴上眼鏡 你發覺噴得很普通 你自己找一支銀的油噴上去 是比它更漂亮 而且它又有縮佳 就要看什麼時候開始 就要砌這個裝甲 我想讓我休息一天半天 白色壞呢,我希望可以偷到一些位置 噴一兩件裝甲 因為骨子已經砌好了 希望兩隻有機會,不過也挺難的 希望可以放少少白色壞 好,那我們這條片呢 就來到這裏 好,謝謝大家